石门区农会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带着农会妈妈们走出户外 来到山区的出房口农场 这场活动要带领妈妈们 做农村的传统料理 曹阿贵 希望让婆婆妈妈们回味 以往农村家中常常做的米食料理 透过DIY体验 也让米食文化传承下去 石门区农会的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带着妈妈们走出户外 来到石门山区的出房口农场 而这场活动当中 农场带领妈妈们做农村的 传统料理操花柜 希望让婆婆妈妈们回味 以往农村家中常常做的米食料理 透过DIY的体验 要让米食的文化传承下去 绿色照顾推动计划 那希望我们的高龄者 可以借由我们在地的一些 食农教育 绿疗的这些活动 然后让他们动动手 然后多认识一下 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跟各方面 让他们在生活上 有一个多家认识的部分 出房口农场主人一早就将加入 鼠取草的糯米团准备好 还有萝卜丝以及芋头馅料炒好放凉备用 让农会妈妈们来到现场进行包线 以及压模的体验 不少妈妈们都现场分享 已经将近三四十年没有亲手做糙花柜 多年后再次体验 也回忆起小时候的农村生活 以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是清明节或是重阳节 像再来的话就夏园节的时候都会做这些草花柜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的话家里的话 他们像今天阿姨他们讲说有的四十年都没有碰过这种东西了 所以让他们再回味一下 同年的时候家家夫妇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些米饰 让他们再回味一下 出荒龙农场才友善跟座所种植的作物 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优先的产物 在即将进入秋冬的季节 没有太多的作物可以采摘体验 不过米食料理的DIY还是让山区农场一日游变得格外有趣 不但可以认识丰富的生态资源 还可以重温农村时代首做米食料理的乐趣 季教评和食门采访报道